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逆文 去年元宵节的晚上 花市中的花灯照耀如白天 月儿星底柳树树枝的顶端之上 正是我俩相约于黄昏后之时 今年元宵节的晚上 月儿与花灯依旧在那里 再见不到去年那日 不禁闷然落泪至依旧被沾湿 平息 历来不少人认定 诗中主角是情侣身份 如果大家也是这么想 就是低估了欧阳修写诗的功力 他根本没有明确道出主角是谁 之间有着什么关系 换句话说 主角也可以是一对故人 同性皆可 所涉事件的性质 也不仅限于感情 也可以是情仪 尋此方向 I Cantonese 认为 译文中用上没指名的那人 去代表诗中的人才最恰当 I Cantonese 爱广东话 粤语朗读 如果觉得内容適合的 subscribe Iност 是 E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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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